不可能 不可能 哪裡再加了 很董事業心上 姐夫劇俊葉驚喜現身金取將 絕對可以說是昨天典禮最高潮的橋段之一 她除了和啼小S淘子姐大秀中文誠意滿分 期間她更是瘋狂被自己的小姨子騷擾 胸肌失手一直被揉捏 讓她超級害羞說不可以這樣 矮堆鬥得台下瘋狂大笑 過此舉卻被網友狂丟是息凶 完全就是性騷擾掀起 小S就親自出來回應啦 說那是我跟姐夫的日常 姐夫我姐都知道我在開玩笑 亂姐夫早告我了 也有人覺得她和桃子姐這段太過攏長 對於網友的批評她可是超級大氣 表示其實不管在台上說什麼表現什麼 一定是有人喜歡有人討厭 It's ok 不可能莫名其妙大家都集體誇讚我 有人喜歡我就很開心了 而典禮過後小S也在IG曬出跟姐夫的合照 雖然哭哭自己被很多年輕歌手勢帶交替 但能跟最尊敬的桃子姐和最愛我的姐夫 登上大舞台還是超級開心 她的經紀人也說姐夫是小S親自邀請的 這次同框也是小S永遠難忘的回憶 首次參加金曲獎的姐夫也是很開心 她超暖表示CD是我的小姨子 我很高興能支持我的家人 也很榮幸能一起參與盛會 很開心大家喜歡我們這個驚喜 還許願下次可以帶著自己的音樂 再次參加金曲獎 大家聽完已經開始期待囉